Hello 今天來介紹一下 用GIGO加上這個S4A 做一個什麼應用呢 這個是磁黃開關 這個開關它對磁鐵有反應 那其中一個蓋子 我們用這個磁鐵 把它蓋起來 然後呢 等一下讓機器人來做一個尋找的動作 那我隨便讓它轉一轉 我也不曉得會轉去哪一個 那我讓車子就是 走過去偵測 走一段距離 那偵測到它就會回來 等一下我們來試兩次 看看是否成功 好來 讓車子開始 第一次 看看是這個 對 對 就是有磁鐵這一顆 這個是沒有的 再做第二次示範 看看是不是每次都是準確的 好 這樣子 我也不曉得是哪一個 來 再走一次 好 是這個 沒錯 其實它的原理很簡單 我讓我的車子 其實走的距離 是固定的 就是說從這邊算到這邊 好 那用時間來算 假設說 開始到這邊6秒鐘 那其實它會記錄 就是說 走到有磁鐵的那個地方 它會把這個時間點把它記下來 把它記下來 比方說走到這邊的時候剛好是2秒 那可是呢 整個全程有6秒鐘 對不對 好走到這邊 6秒時間到停了 可是呢 因為我記起來 剛剛是在2秒鐘的地方 我偵測到 所以回程 我要找那顆磁鐵的話 是不是應該是 回來倒推 幾秒 4秒 這4秒 就是我剛剛的 2秒鐘的時候發現它的 所以我回程的時候 用4秒鐘 我就可以找到它 好 原理是非常簡單的 那這樣的一個範例 是美國的一個儀器公司 叫Venir的一個範例 那這邊呢 我們用這個至高 加上S4A 跟持紅開關 也可以做得到 好不好 好